因西汉有商山四号,此后便屡见四老之说,长春书坛有四老,陕西书坛也有四老,刘自独,魏俊秀,陈少墓,邱星,此四人,被广泛认可, 在陕西乃至全国都广有名望,邱星,浙江无星人,自云泽,别墅必禅宣,邱星又成家学,喜书法,出席人锦礼碑正文公碑朱碑,若冠席转林一山碑,石谷门,后寿清吴大树影响专攻金文摩席顶踏,书斗古福连崖,2010年1月17日下午,邱星因病逝世, 中年97岁,邱星是陕西书坛寺捞钟,最后一位离世的书法家,魏俊秀,1909年到2002年,自紫英,以名景逊,若露,山西省乡坟县景村人,魏俊秀又爱书法,扇行草,书法授名家常赞春,田与香指寿,文童沈墓了解, 他习和绍基,黄山谷,富山朱家书,每天写字十章,从不见断,1943年东,在重庆将自己撰写的庄子, 与鲁迅一文,承古墨若先生指教,承回信,指示,与多赞许,作品入选全国第一, 二届书法撰册展览,刘自读,1914年到2001年,套池斋,生于三元,曾任陕西省书写主席, 陕西省文史馆官员,书法四体俱佳,以撰书为罪, 沈鹏所传刘自读书法选序中说,刘自读已刚与柔等因素互相渗透奠定了他, 的地位,陈少默,1914年到2006年,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和西北大学, 曾担任过陕西书写副助席,当代书法家薛仰贤认为, 陈老的人书俱佳,是书界侃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